3月5号,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康复门诊在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挂牌 据湖北省中医院院长何绍斌介绍 很多患者虽然核酸检测转阴,但还是坦言身体有些不适 挂牌成立康复门诊,就是想解决康复患者的后顾之忧 中医药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该院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实行预约制度 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恢复期患者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 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每天预约限30人 何绍斌强调,来就诊的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 必须在隔离点完成14天隔离,并提供出隔离点相关证明 我们康复门诊现在针对这份新冠肺炎份子 主要是有这么几方式,一个我们进行一个健康的评估 有个功能评估室,就是对你的现在的非功能 对你的其他的身体机能情况,做一个抽步的评估 然后评估以后,我们现在有几个针对性的治疗 第一个,有个心语干语治疗 就对我们焦虑的患者,失眠的患者 我们通过我们中医来进行一些干预 治疗失眠等于这种焦虑症 第二个,我们开设了针灸治疗 就是针对新冠肺炎的患者的其他有机能的情况 进行一些学位,其他方面的一些针灸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中药治疗 就是中药治疗主要是从驱邪扶症 提高整个人的集体的免疫力 湖北省中医院开设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康复门诊 并在出院隔离点率先探索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佟晓琳的指导 佟晓琳称,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 可以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加速康复 但中医药在恢复阶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可以采取中西医结合 因为西医也有很多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方法 但是这个主要是以中医为主 因为中医在康复方面是比较特长的 所以包括一些药物的、非药物的 非药物的包括像针、灸、火罐、刮沙 还有一些药育等等 包括一些心理的疏导 包括一些像五行系、拔断筋这些体育疗法 这些对整个病人的恢复来说 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截至3月4号 湖北省中医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474人 以治愈出院283人 中医药的参与率100%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